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用第2小题,我们用第2种方式 相对运动法 那相对运动法有的时候是蛮快的 它可以跳过一些步骤 像我们刚刚有先求时间出来 求时间出来 然后再算面积,然后再得到答案 但其实相对运动法就不用 那什么叫相对运动法呢? 就是换个观点 像我们现在是以旁观者的观点去看这两台车的运动 但其实你可以把其中一台车看成镜子 将其中一台车看不动 比如说将B视为不动 那就是人,人在那个大卡车上 就是从B看A的意思 那从B看A的话 A的速度 加速度和位移 就会是相对于B的情况 相对于B的情况 那它的出速度呢 就会不一样 就像是 就像是如果是火车在月台 火车直接经过月台 你会觉得很快 但是如果是你在一台火车上 然后另外一台火车 迎面而来 你会觉得那台火车更快 或者说像是在跑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在跑 那你就觉得这个跑步的选手跑得很快 但是你如果有在追他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他特别快 因为他的 他在你眼中的速度 就会看起来不一样 所以出速度呢 是32和20 那我们可以从B的观点来看A 从B的观点来看A 那出速我们就写A0B0 这不是O是0 不管A车的出速度A0是32 B车的出速度是20 那么从B来看A的话呢 他们的间隔 他们的速度差异就应该是12 所以B去看A 他会看到A 小轿车是以速度12来前进的 这就是他们的相对速度 这个VAO-VBO 这其实就是A 从B看A的相对速度 VAO 不是O 这是0才对 那结果就是12 因为32-20 所以结果是12 除了出速度以外呢 墨速度也是要用相对的 本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本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墨速应该是要都会等于20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从B来看A 那就会看到的是墨速为0 因为他最后没有相对的速度了 最后没有相对的速度了 所以墨速是0 20-20 有了墨速有了出速 还可以算相对的加速度 还有位移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 加速度的话 A车一开始的加速度是-3 在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A车的加速度是-3 B车的加速度是0 因为B车是等速运动 所以相对的加速度就是 从B来看的话 就是-3 因为是-3-0 那么最后就是位移 位移也是要用相对的 那位移的话呢 是ΔxA-ΔxB 那结果其实就会等于租 B往前进 A往前进 那一开始他们相距是 应该可以这样写啦 就是 位移的部分我们稍微放 要需要比较多一点空间 就是 位移的部分我们稍微放 要需要比较多一点空间 位移是-xA-xB -xB 那其实就会等于 xA-xA0 再去减掉 xB-xB0 就是A的末位置-A出位置 B的末位置-B的出位置 结果经过整理以后 变成-xA-xB 然后去加上-xB0-xA0 那后来的话这两个位置要一样嘛 在末位置在相撞的时候 A和B应该要一样 所以 所以这两项应该要是 相减应该要是0 那这两项呢 B0-A0 他们一开始间隔是0 所以位移这两个相减是0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了 我们使用的是第三个公式 B平方等于B0平方 加2A Δx 那现在都要用相对的 这个初速的平方是用相对的 12 墨数的平方是用相对的 0 还有加速度是相对的 也是-3 还有 我们的位移也是相对的 所以用珠 所以最后结果 珠就会等于12的平方去除以6 结果也是24哦 好这个做法的话 你不需要把这个时间4秒算出来 也可以得到答案 好那虽然这里写的很繁琐 但实际上 是因为要解释 要解释才会画这么多图 实际上呢 你如果真的实际上在计算的时候 你就只需要 用这几个 就可以了 有这几个式子就可以 得到这里 得到第三个式子所需的 数字